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兔子 兔子叔叔 你说他外号吗 他外号叫张斐啊 你身上有斐气啊 我们当年号称有八大土匪 我不知道怎么也把我排进去 是不是跟知青生活有关 那时候在草原上浪荡的好多知青 我看就有点斐气 所以说张成志老师 我觉得我得跟广大观众介绍一下 咱现在就说改革开放三十年 我觉得你算一个人物 说你是作家 其实我知道你还有好多身份 但是这个八十年代的时候 我不知道有多少观众还记得 就是黑骏马 北方的河 还有这个心灵史 我也看过 但是从你的这个书里一直到今天 你能透露你的年龄吗 今年正好六十岁 一九四八年 对 一九四八年 刚刚过完生日 六十大寿啊 刚刚过完生日 老三届的都是 老三届 对 所以呢 一直到今天我看你写的东西 你知道我给我一个什么感觉啊 我们还是老乡的 都算煽动人 是吧 我觉得您是一个在这个年代里啊 这个特别情深义重的人 或者是会把跟人的这个情分呢 延续几十年的那么一个人 比如说当年到这个内蒙嘛 插队这个知青 很多知青回了城啊 跟那片土地草原没有什么联系了 但我注意到你跟一个家庭啊 当年住的那个牧民家庭 三十多年保持着就像家人一样的这种关系 哎 就是是不是现在那个草原上跟你就是魂牵梦营的这种感觉呢 是这样 但是呢 那个应该有点纠正就是说 内蒙古牧区插队的当年插队的这个六十年代知青年 这个虽然三十多年这个密度和内蒙古草原的密度保持了 也可能各有不同 但是对内蒙古草原的这个感情的这个 这种不忘 不能不怎么不能相忘的这种感情 我想跟我基本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 咱要谈这从哪谈起啊 这这个草原太辽阔了 我想呢 找出一个关键词 就是我在你的书里见到俄极 他甚至企图把这个俄极这个词引入汉语 说个变成的话 当然是很狂的想说这句话 俄极 我得的感觉就是妈的 就是妈嘛 你就管他叫妈 是吧 母亲或者是这个对长辈女性的尊称吧 咱们先来看看这个几张照片 哎呀 我觉得这照片呢 让人真是意味深长 这是当年的这个张成志 哎呀 这是有点匪气 然后你看 这就是俄极 对对对 这是俄极 然后再看下一张 这是请一九八几年呢 一九八五年或者是八四年 把他请到北京来 母子两个到北京来玩的一段时间 我不知道 就是说它是一种你这个洒下青春的这么一个地方 还是说这在这个草原上的这个牧民呢 俄极啊 他们当中的某种生活方式 或者说是某种价值 特别让你认同 念念不忘 是因为什么呢 问题问得好 这里边有很多原因 其他比如说大自然 从北京这么一个大城市中 在六十年代后期的那样一个城市中 忽然间到达了这么一个 那个时候草原跟今天草原是不一样的 那真是非常非常的美的草原 你给我描述 也非常非常的严酷 我没看过你给我描述 怎么美 能美到什么程度 他这个美 怎么描述 语言没法描述 就是描述 如果说描述的话 就是它能够像长在细胞一样长在自己的脑子里 比如说这个 我有一个小说叫绿叶 就是绿色的叶碗 这样一个两字的那个 这个就是写 我离开草原 在1972年上大学离开草原之后 隔了十年之后再回草原去 这个白天出去玩去串门去 到个人家 那木铭家串门 回来的时候已经夜里了 这里说十年没走的夜路 在草原上 茫茫草原的时候很容易迷路的 在插队的当时有的是经常迷路 但是呢 这个就凭这个山的这个这个影 在那个星光下 或者有一点点月亮这个这个夜里头的这个山的影 就能准确的能够找到从哪个山绕过去 在哪个口过去 就完全能不错的几十里路 夜里骑着马一个人 还唱着歌走回来 那种夜晚的感觉 那确实语言没法表现 哎呦 你说这个 让我想起啊 我觉得我们拍那个纪录片 就黑龙江 北大荒那个知情 他也是谈的 他说那里啊 有些奇景啊 你从来没有见过 他说比如说 我现在还深深记在脑子里再没有见过 说这个月亮啊 那么大 像童话 像电影里的 他说你能想象它像水晶一样 那么大的一个月亮就悬在天边 像这种就是奇景 但是你为什么又说严酷呢 那零下四十度的严寒 夏天的时候 比如说感到这个暴雨的时候 我从来没觉得那么害怕过 那个雷就好像离自己脑袋 也就是一百米高的地方就炸开了那个雷 自己第二天骑着马看的时候 昨天打雷的地方 那块大石头确实被炸裂了 被雷击裂了 这个人吓得从马上爬下来 钻着马肚子底下 就生怕你为真吧 因为谁高就打谁嘛 就这样的夏季 冬季那个严寒 那零下四十度 现在已经比较少了 那确实不是一般的 夜里睡觉的时候 钻的那个几层 两层以上的这个臭羊皮 裹成的这个先是袍子 然后是被疲惫 裹成的所谓的被窝里睡着了 第二天早餐已经 就不知不觉自己已经钻在最里边了 然后早晨把脑袋钻出来的时候 那个疲惫的背头 所谓的背头上 有这么厚 两厘米厚的一层黄色的冰 就是自己的哈气 自己夜里的哈气 在包里边结成的冰 然后把这层冰就整个撕下来 那种冷 那确实不能 那不是今天能想象的 但是那时候有一个感觉就是 人和人的那个心是暖和的 这种体验 所以他所找到了一个母亲 这种感觉 我觉得是很难的 对啊 就是这个 这个俄级 你为什么把它当成你的母亲呢 当然我们当年的之前 并不是一些傻瓜 和是一些那个 怎么说呢 那个 只交替的强调自己利益和自己原则的人 对 我们当时有一定的政治自信学物 什么叫政治自信学 那经过当时在六八年的年底的时候 北京的这些学生都有相当的 虽然都 每个人都不一样 但是有一定的 自己的 怎么说呢 这个和人民群众结合 这样的一种很强烈的愿望吧 这是多年的 那个时候的教育 那你觉得这个结合成功吗 这个结合呢 结合得很好吗 有很多人会完全反对我的意见 比如说在八十年代 在中国流行伤痕文学的时候 很多人认为我这种写作 跟他们是格格不入的 那个 我觉得那种压力 就是那种无形的压力 我觉得感觉很大 哎 怎么人家都那样写 我这样写 是不是不对呢 但是我觉得我也没法背叛 我自己的 这么多 这么长时间的一种感受 更不能背叛 一个异民族 一个蒙古民族 对我的抚育 所以我坚持这样写 而且这里边有很多很多文化的因素 我觉得它在支撑着我 刚才说到这个魅力 它除了这个大自然的种种之外 还有一种异民族的 一种游牧民族的这种 这个游牧生活本身 就是一种浪漫生活 如果一个年轻人 对这样一种骑马的 穿着袍子的 这个整天奔驰唱歌的 这样一种住在游 就是怎么说呢 漂浮不定的毡包里 住水草而居的这样一种生活 不感到吸引的话 那这个年轻人本身 他先天就有一些问题 哈哈哈 那就是他的那是气质问题 对 其实咱们先提一下广告 这也可以探讨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反正我是看你拍的这个照片呢 都挺美的 咱们再看看 你是在那做过这个小学老师 是吧 咱们看看这个 这个照片 嗯 这张是我自己给他起名 叫全家福 嗯 这张照片1969年 我刚刚在那蒙古少年插队一年 69年的老照片呢 对 咱们再看下一张 然后这张呢 是我在1970年是当历年 当时按照毛主席一个生产大队 人民公社都是要搞教育的 那么一句所谓的指示 在这个形式下 我当过一年小学老师 嗯 但是开 虽然这些小孩 嗯 后来他们说文化主要是别的老师教的 但他们最开始的几个字母 这是我教的 萌语 萌语 你的萌语怎么样 我的萌语水平一点也不高 我要反复强调这一点 但是我很想学习 嗯 因为这个 这个 语言是一个 冲向一个民族的一个第一道门 这道门如果你 不在某种程度上突破的 不见得要精通才叫突破 嗯 你学习的愿望本身就是一种突破 如果不推开这扇门的话 很难接近一个民族 你比如咱们刚才就讲的这个俄籍 俄籍这个词 你能给我解读一下吗 这个词如果学术化的解读的话 是很麻烦的事 他这个一个人 在一个蒙古游牧社会中的这个 这个称谓 是根据这个家族中的晚辈 在小孩的时候 对他的习惯称谓的 嗯 比如说我们家的俄籍 我喊他俄籍 我是受了社会人的影响 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通称 他可以翻译成母亲 也可以翻译成一个 这个就是长辈的女性 这么一个意思 也可以叫奶奶 嗯 叫什么都行 他是一种同辈 大概用一种的 你比如说 另外一个家庭 同样的一个身份 同样一个年龄的女的 可能叫成阿妈 也可能叫成什么阿家 什么有各式各样的叫法 嗯 我们这个俄籍在社会上 被人喊成俺爸 嗯 并不叫成俄籍 但是呢 我叫他俄籍 就这么叫了 这个家里小孩呢 因为都叫他俄籍 我也叫俄籍了 比如我在蒙古草原有个社会称呼 也是由我们这个家族中的小孩叫惯的 他们叫我阿哈 首先这个叫法比较平平平 什么意思呢 哥哥哥哥哥哥叫阿哈 虽然太平常了 他主要的意思也不见得完全是阿哈 他就是比自己高一辈的年轻男子的一种 一种称呼 嗯 这里边很多叫法阿布列阿布盖阿哈 吉一家有各式各样的叫法 全有晚辈最开始叫灌定了以后 社会上都这样叫 变成这个人的社会称呼 这么一个成功 所以这真是一种文明啊 就他的一种文化 对对对 但是近些年来啊 我看很多人也在这个说这个事 你像很多朋友开着吉普车 跑到那盟草原 吃顿手抓羊肉喝酒 回来感慨不已 就是说哎呀就是像你说的嘛 好像某种遥远的一种私慕 但是呢又看到很多人的这种哀叹 就是你说的这种文化 包括这距离六九年的时候相比 嗯 现在看起来你刚才也讲 草原跟那个时候都不一样了 就是 兔子叔叔你你你你你去那儿 你的感觉 我去我也有这个感觉 我有这个感觉 我有感觉的话呢 一个是就是现在的一个 呃 荒漠 荒漠 荒漠现在很 草原沙坊 他被俄尔多斯搞这个 那个德国全国奖 他这个雕塑 就是俄尔多斯承迪斯汗的这个 这个陵墓所在的地方 在那个把这一片 内蒙古中部的草原也都跑遍了 你的感觉 我的感觉 但是他里边还保留着一种这个人 人和人的这种关系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就是我们到牧民家里面去听听歌 嗯 唱歌 领着我们去的一个人 他已经在城里面 是吧 他但是他是他的老家 他在城里面已经当了当了公园了 对吧 但是他回他的老家 和他的那些以前跟他一块儿骑过马上过小学的 现在没有马了 现在全骑摩托车了 那时候他们要上去都要骑马 在一起一个一个碰到了一个 就给叫来了一个 可能是他那年轻时候的情人 哎呀那指甲里边黑黑的 我当时看起来 就是一个很很操劳的一个牧民 现在已经到了中年妇女了 可是他们在酒桌上唱歌 哎呀感动化了 给我感动化了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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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感觉 你不要看他的服装是什么样 他是但是一唱起歌来 他就回想到他当时的那种感觉 你就感觉到晚上帐房或者是月亮 或者月亮底下熬包底下熬包那个相会的时候 他们把当时那种感觉过 没有没有伴奏 每个人都能唱歌 哎呦 他特别漂亮 我就觉得我觉得那种生活的感受 可能就是你们的那当时的那种 我觉得你在这个好像黑剧马里 还专门谈那个就是蒙古长调 就蒙古这个民谣 对他是一种什么心情 一个人信马尤江在这个草原上可能走几天 哎呀他的种种这种感受啊 使他有这种真是 就是叫说之不足 就歌以永之 哼哼出来那样在辽阔草原下哈 出来的那些蒙古长调 好多人特听的都流泪啊 我第一次听到那个就是黑剧马 就是刚嘎哈的蒙古话叫 这首歌的时候 我确实有一种被那个那个雷雞的这样一种感觉 因为他这个歌有一种特别特殊的一个 当然除了调之外 这这一首歌本身跟一般的成这样的同类型的歌曲不一样 他还有比较特殊的一个歌词 我当时觉得一个非常非常震动 我没想到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已经 已经就是从中学生一下变成牧民以后 慢慢慢慢自己确实在心理上 潜意识中都觉得自己是牧民了 而忘了还有文学艺术 读物也很少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并没有什么很多那个文学和艺术的这些 这个怎么说这种概念的脑子里来支配我 但是我觉得实际上那种艺术的轰击 我当时确实觉得不能想象 而那是四人帮时期 这首歌是一个怎么说呢 不是革命歌曲 我们学这首歌很麻烦 然后跟牧民说 让人家教我唱这个歌的话 牧民不教 牧民觉得教一个知识行业唱这个 牧民的话 政治上是有一点点害怕的 然后对 但是呢 他情不自禁 我都是趁他情不自禁的时候说出两句 我赶快把这两句记下来 不管死去活来 用俄文字母 用蒙文字母 用汉字单字 反正就乱 出去以后的再挂着风 然后拿着小本 赶快把那个捕捉的几句不准的旋律写下来 然后换一家人 再挑起这个话题 争取上逗 他再说出两句 这么学 这样 很长时间换了好多个牧民 我发现没有例外 每一次人当给你想拳奖的时候 他到最后都 啊行了行了 不是不唱这个了 哎老唱这个旧歌 什么意思 哎那你这我还没听过呢 是什么个调调 你能哼两句吗 哈哈哈哈 他简单的现在刚 刚刚 这往上唱 好像回到蒙古包了 哈哈 但是这个歌调子在这个 这种类型所谓的长调 这一套这个歌中也是比较好听的了 所以我们也认 retrouv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尴尬了 令人神亡 可是我就老有一种悲观的一种感觉 就是有人说当年叱咤风云的蒙古民族 现在都成了什么 就是好像而且他们变得越来越汉化了 而且到草原上去看风光如画草原 一个一个黑窟窿我在你的书里还看到 就挖矿沙还是挖矿的人 就草也破坏了 而且人也定居了 就本来 但是他们由牧竹草而居的时候 其实从某种角度上讲 活得也很难受 从我们的眼光看来太严酷了 那么定居似乎是活得舒服了 但是为什么我们又觉得这里边失去了一种什么东西呢 是啊 现在看来这个问题越来越大和越来越严峻了 在这个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 那时候我在日本搞研究 曾经写过一本《蒙古大草原游牧志》这么一个办学问的这么一个书 这个书中呢我写了一个 我说我们插队的时候是得天独厚的 可能从十三世纪成绩散那个时代 一直到延续了这么漫长的一个 一个一个怎么说呢 耿古不变的这样一种游牧生活的历史 到了我们那时候已经是最后一页 当时就是那是完全凭一个感觉那么写的 现在觉得真是不幸而言中 这个事情真是这样 我们插队的时候赶上了他那个过去的古典式的游牧 游牧生活方式的 游牧生产方式的最后一顿 最后一顿 要不然还真看不见了 因为从八十年代开始 你去内蒙古 它是半定居 甚至是定居生活 现在已经是彻底定居 只是夏天稍微出来小游击一下 把蒙古包拿出来亮亮 同时到 风 比较通风的地方 山头上住一住 稍微转转 他已经离不开他自己划分了这块承包牧场 过去财产的概念主要是生许 现在土地的概念 分量越来越重 由于他游牧的这种方式放弃 从吃自己房子周围 就是所谓的格林嘎达 它蒙古化有个地理概念 就在包周围的这块地方 从吃这个地方 吃越来过度的吃被羊群 从这种开始 包括人的长年的 一年接一年的住 沙化开始 再加上更大的气候变 气候变暖 这个原因 草原的沙化问题 包括草原的纵深 像我们东屋猪母亲的边界 这一带的话 现在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 这个完全没有想到 完全没有想到 那这个对这个牧民们来说 是意味着什么呢 现在很多牧民 年轻人都是城市化 到城里面去打工 你要真正到了那去的话 我们到下面去看 一般的都是年龄大的人 这个不仅是 这个蒙古民族是这样 比如像甘肃的哈萨克族 对 也一样 哈萨克族更 一样 你让到那去一看 很多的人到深圳 年轻人 深圳南方 去打工 老人和孩子在 然后呢 也特别有意思 他们把那个 过去的蒙古包 给干脆没有地方放了嘛 那个哈萨克人 也盖那个蒙古包嘛 就放到公园里边 放到县城旁边的公园里边 对 他们愿意喜欢到那去做 他们自己说 甘肃的育股族 但是这个 他这种改变呢 我就觉得对他们的生活 乃至于他内在的情感 或者说教育 这都有改变 你这不是小学老师吗 你对那的孩子有什么感触 我们觉得那个 这个 七十年代初期 六十年代末期的时候 内蒙古的这个 在生产大队 也就是纯粹墓区的深处 建立教育的 这种方针 是绝对正确的 今天把这个像 完全相反的方向 在更大的城市里 集中教育这个方式 其实是错误的 怎么讲 因为这个 只有在他最基层的 生产队这个地方 来搞教育 才能让这个孩子 永远不离开自己的游牧文化 也不可能 也不会受别的语言的 这个 这个侵扰 比如汉语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包围 他语言不存在别的问题 然后呢 他不可能离开牧野生产 包括我们小学本身 自己用了点经费 我们都是小孩 在这个羊毛季节的时候 我们自己赶上一个马车 到草原上去捡 那个飘散的羊毛 这个当年小孩 勇敢的爱玩的小孩 跟着我 我把我骑的马套在车上 拉着捡了几天羊毛 捡了一车羊毛 这羊毛卖的钱 一直到我离开那名採 也没耗蓝 这个钱都没耗蓝 这是重要的收入来源 而且这个 我们自己 这个 拿手先扒 扒了一车